大家好,2021年2月22日,第二部视频,全是二 那个,报一个刘强东的一个新闻 刘强东的京东物流,马上就要上市了 据最新消息说 2月16日,京东物流已经正式向香港联交所递交IPO申请 大概在3月底上市 这是刘强东继京东,京东达达,京东健康之后第四个IPO 韩五边还有一家京东科技,有可能在两年之后上市 那这样刘强东在现在马上就会有四家上市公司 两年之后就会有五家上市公司 刘强东48岁,现在是风生水起 那国内怎么报道呢 他对刘强东也是即将上市的京东物流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对刘强东及他的京东进行了大面的大面积的这种正面的报道 好像刘强东这个京东是一家现在正在推崇的科技企业 无流行业是顺应中共发展的,得到大力支持的这么一家企业 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来 在18年的时候,刘强东闹过一个丑闻 性丑闻,那这个刘强东是怎么走出性丑闻的呢 这个现在第四家上市公司以及未来的第五家上市公司 跟当年的性丑闻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其实刘强东的故事呢 充分表现了一句话 叫什么话呢 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或者叫逆我者嫖娼 当时刘强东在姓丑闻的时候 就是逆我者嫖娼 现在呢,顺我了 那就是你等昌盛了 这句话呢 我也在一个香港电影上 好像是 好像是什么呀 我忘了名字了 其中有一句就是 有一个 对这句话有一个 一个改写吧 当时 电影中的台词叫 不是叫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而是叫顺我者死 顺我者悲 逆我者亡 顺我者悲 逆我者亡 希望这句话不要应验到刘强东身上 也得看刘强东今后是 怎么走 今后的人生路 只是顺应 社会主义改造 顺应共产党的意愿 挣钱 还是 顺应到一定层次 完全变成中共的这个 傀儡 变成中共的这个爪牙 那如果变成爪牙 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也是一个非常悲催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先把这个顺口溜 先不这么说了 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当年是怎么逆我者嫖娼的 在18年的时候 刘强东到这个明年苏达去考察 还带着家人 一家老小都一块去的 结果呢 在参加一个酒会的时候呢 说是酒会结束 和一名女士 发生了这个不轨的行为 后来在录像里面看的 这个是他们在电梯里面 一会儿出去 然后开了房 第二天呢 那位女士呢 就告他强奸 报了警 这个刘强东就被抓了进去 还拍了那个大头照 就是那个犯人 露苦供 这种照片 搞得刘强东是灰头土点 很多人都说刘强东 你看果然是 这个有钱就变坏 还有的人说他原来就很流氓 还有把奶茶妹的这个事情 给调出来 说老牛吃内草等等等等 一直是好色之徒 同时呢 把这个舆论 是搞得沸沸扬扬 也给刘强东和奶茶妹 就是他们夫妻俩 也不能叫奶茶妹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就是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很多人就分析 刘强东这个 真是精通上脑 考虑不了这么细 你想嫖就嫖去吧 何必找这么一个女子 搞得这么沸沸扬扬呢 还有的人说是嫖子没商量好啊 还有的人说是这个 这个女士 狮子大掌口 据说要多少多少钱 还说的有鼻子有眼 这个女的呢 也是一副受害者的这个样子 流出了很多这个性感照片 后来又说这个照片呢 是不是他啊 是张冠李戴 是别人的照片 当然还有借这个风口 有人把自己的照片发上去 给自己博一个这个知名度 跟着蹭蹭热度 其实你想一想 真的是这样吗 并不是这样 事后美国警察调查 发现根本没有强奸 就是一个男怀女爱 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里边是否涉及到先人跳 美国警方就没有在管 只是证明当时发生的时候 是符合男女当事者医院的 不存在这个违背女方医院 还了刘强东的一个清白 但是国内呢 在借这个事情呢 就是大肆炒作 给刘强东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 刘强东呢 几乎没有发生 低调了很长时间 当时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个女的是 呃 珊瑚这个受害啊 到处的乱喊 参加酒会的 还有 具有中共背景的 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在留学事务的一个一个一个主任 啊 跳出来 大肆证明刘强东是多么的无耻 等等等等 其实呢 走到这儿慢慢的 人们就 你展开这个联想和当时的 这个形式就很明白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 就是射了个先人跳 目的呢 不是传说的 要敲刘强东一把钱 而是让刘强东去府 呃 要交出京东的控制权 或者是部分控制权 或者是让京东同意 呃 一些交易 答应 今后的经营思路 要受一些管控 当时呢 刘强东不同意 然后呢 那女的就开始以这个呃 刘强东强奸犯罪为要挟 刘强东还是不同意 甚至我认为可能刘强东当时都愿意掏钱 呃 但是这个女的不愿意交出这些证据 比方说他派人啊 这个在房间里面肯定有录像等等 呃 然后呢 刘强东这个呃 看了比方说看他的手机发现传过来 昨天晚上都已经拍了 刘强东想以钱摆平 不愿意付出这个刘强 呃 对京东这个未来的这种把控 呃 以及不愿意做某些事情 这个女的不同意 因为这个女的来就不是要弄钱的 而是奉组织的命令 就是为了要挟刘强东 要去政府部门谈话 要交出什么什么权利的 结果呢 不同意不同意 闹到警局 刘强东呢 虽然被美国警方欢了清白 因为美国警方也看了电梯里的录像 明显呢 是那个女的在勾引刘强东 事后参加酒局的有些人也很明白 呃 说出了刘强东坐在那里 呃 应该 他左右相互陪伴的人 应该是能和他说上话的 应该是 大家有共通话题的 地位差不多的人 却没想到安排了一个 默默无闻的一个普通的在那的留学女生 这明显也不符合 而且在那个酒局上很多人刻意的让他去喝酒 让他这个处于一个醉酒状态 然后呢 女的在路上呢 又进行百般的这个勾引 就是造成一个酒后乱性 然后 把他请君录翁这么一个局面 那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发生之后呢 说是他很幸运走出了这个性丑闻 其实不是 其实呢 是又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的博弈 中国利用这个美国已经证明 只是正常的男女关系 不涉及这个犯罪的这个事情 但是中共是抓住不放 连续的展开对京东 对刘强东的打击 政治压力 经济压力 包括展开了对他的这个融资 对他的过去的这个企业发展 税务等等各方面的调查 以及通过舆论大肆搞臭他 对他口诛笔伐展开全部宣传工具 进行这个人身这种攻击 对他的家庭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惑和压力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出来成果斐然 后来刘强东屈服了 把这个党的组织请进了公司 先后捧起了三个人进行分权 持续的辞去了京东旗下15家公司的职务 包括京东健康 京东云 以及京东物流等等等等 也主要就是包括这几家上市公司 这个控制权 捧起来了三个三个人吧 这三个人呢 好像说是这个权力都是分化 给这三个人 其实这三个人呢 就是权力博弈的一个结果 这三个人以后不仅向刘强东汇报 也向上面的党组织进行汇报 也更听这个党国的话 同时在这个无流里面呢 更是直接把这个党组织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人叫什么 我忘了啊 当时让出的这三个 让出的这个三个管理权的这三个人 是王振辉 陈生强 徐磊 虽然都出身于京东 但是呢 刘强东的个人风格呢 是我掌控一切 这是我的帝国 现在呢 被迫让你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呢 其实呢 就是逼迫刘强东 那个分化权力 而这三个人呢 不仅要听林强东的 也要听政府的 后来呢 他在 即将上市的 也就是马上就要上市的京东物流 是由谁来管理呢 是好像是由 直接由党委派过来的 就是共产党党委派过来的一个 一个书记 叫于瑞维 于瑞维 直接由这个党派的书记来监管 来掌控这个无流 所以呢 这刘强东的这个变化呢 也可以看出来 辞去大量的职务 分权给三个内部的人士 这三个人既向他汇报 也向政府汇报 第三 第四家公司 直接由党的书记来进行管理 也就是说 等于是前前后后 设了一个局 把刘强东 引入一个性丑闻 因为刘强东确实 个人还是挺正派的 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进 对他进行这种打压 那就是就像当年这个黄海波波 一样 设一个性丑闻 就像这个许章润一样 跑到外地去嫖娼 就是用这种东西来搞臭你 既是犯罪 又让你这个声名扫地 声名狼藉 用这种手段 搞臭你 美国警方还了你清白 也白搭 中国还会继续搞 继续臭 反正是黄泥巴 抹在你裤装里 不是屎也是屎 让你臭名远扬 然后展开全面的系列的压制 对过去的你的经营 税务 以及你资金来源 持续的不断的在进行这种 叫做什么呢 叫做恶意的这种攻击 最后就承受各种压力之后 刘强东也是承受不住的 你像企业经营也有事 工商税务 银行也收贷等等等等 都来找你 那你怎么干 面对这种情况 最后被逼无奈 就分权 就让出自己的利益 满足中共的要求 成为一个顺 顺共产党的这么一个企业家了 那现在表现出来的就是那句话 顺我找昌 他暂时是比较昌了 樊龙昌盛 有可能会以后 有五家上市公司 但是他最后还像我开图说的一样 他最后会怎么样呢 归宿 我感觉他的归宿 很难自己把握 他现在已经身不由己 出现了逆我者嫖娼 然后呢 现在是顺我者娼 下一步呢 很可能像电影之中 他很可能不好全身而退 除非自己操控 能够逃离中国 否则的话 大概率走到最后 还是出现那种 逆我者 亡 顺我者 悲 最后会出现一个 很悲惨的一个结局 不是 我咒他 不是 这个 我 随便乱讲 而是中共这个体制决定了 最后他一定很可能在贪心不断的中共 政府及这个权贵资本跟前 最后权力会不得不一个一个的往外交 逐渐的一点点的被残食 乖巧 懂事的话 懂得这个舍弃的话 可能最后能保有一点资产 否则的话 早晚是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 中国 现在在中共的领导统治之下 都是如此 现在只不过是需要他立这么一个标杆 让那些企业家看一看就是了 所以暂时 步骤呢 采取 暂缓的一个步骤 做一个样子 给大家看 好了 拜拜